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童子伟 今天来到我们庙口周边一个非常 具有知名度的一个店家 叫做红厨 红厨的老板 Jimmy哥在这边 跟大家打个账户吧 大家好 我是Jimmy 王兆峰 他們大家都說我是最早第一批的 那個返鄉親民 因為我其實當學徒在台北 在台北當學徒 然後25年前就是回來基隆創業 然後也是從基隆第一家店開到台北 然後開到香港 比較特別是在基隆做法式的時候 其實比較辛苦 因為25年前沒有人會吃歐式麵包 對啊 而且我們基隆很傳統 對 然後有很多阿公阿嬤買了法國麵包 還買了歐式麵包 隔天我說 欸 年輕人你真不良心 這 這蟹很久都丟掉了 你又買我 我跟他說這個是歐式麵包 每次去廟裡拜拜的時候 大家會 你知道會買杏仁瓦片 然後買一些東西 你很基隆 你很基隆 所以我就把基隆的 譬如說基隆的XO醬 然後基隆的小卷 然後荷米仔的海藻 然後融入在這個餅乾裡面 都是我們的特色 對 這黑色的法國麵包多特別啊 把它打進去裡面 讓基隆的特色在裡面 那這25年前就賣了 我們現在在台北還是 熱銷商品 烏金書 我把烏魚子 有一點海味的東西 加在月餅裡面 那這一款也賣了大概八年 我在香港開店的時候 也有帶這一款過去 這個我特別有感受耶 這個我特別有感受耶 黑鴛呢 我剛剛有跟你聊到 我從國外回來的時候 我站在海航廣場 非常久的時間 就在看黑鴛 然後在那看那個山海的感覺 基隆港 我覺得我怎麼好久沒有回來 那好久沒有這樣的景色 所以你出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特別有感受 我覺得這代表基隆 我們的政治行銷就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返鄉創業 在地的創生 希望投入一些創意跟活力 你就是代表 最近包含酒吧 酒吧也是我們過去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文化 美軍時期 小時候很多 都倫布你一定常去 對 對不對 那個高腳也這麼高 那阿兜還算稱財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 好好的利用我們的文化歷史 行銷我們的城市 然後你看我兜了一圈 在台北啊 然後去香港 我就覺得兜了一圈 然後覺得 還是基隆是我的家 對阿 就像我剛剛說 我們出去一段時間回來以後 發現還是自己的故鄉好 真的 還是自己的故鄉好 很想把這裡 整理好 很想讓這裡 可以讓大家都知道 我們基隆的好 真的 有一種很深的感受 跟很有憧憬的感覺 尤其看到你的創業 而且你這幾年 25年耶 對25年 你現在28歲不是 對 你3歲就開店了 厲害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 YE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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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